好 下面我们讲《且破产法》的第六节债权会议 我们在前面讲到《且破产》的基本流程 就给大家提到过 法院裁定受理破产件 同时要指定管理人 然后要公告债权人 债权人就开始申报债权 而债权申报债权之后 他们要组成债权会议 所以在这节当中 我们主要讲债权会议的组成表决和它的职权 而债权会议又可以设债权人委员会 所以我们还要讲债权委员会 它的组成和相关的意识规则 好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债权会议的组成与表决权 在这里面主要就是解决 债权会议是由哪些债权组成的 而这些债权他们在债权会议当中 表决权又如何 好 首先看债权会议的组成 债权人会议是由全体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组成的 也就意味着 但凡是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都有资格参加债权会议 而债权会议要设主席一人 是由人民法院在有表决权的债权当中指定的 大家可以想见 这个债权会议的主席 它是要代表债权合法权益的 照理说 由债权推选是不是更合适 但是在一个破产案件当中 涉及到的债权人数众多 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纷繁复杂的 所以要推选的话 那个效率是非常低的 因此直接由法院 在有表决权的债权当中指定就可以了 好 这个债权会议主席产生的方式 在案例分析体当中是出现过的 大家要注意 下面我们看债权人的表决权 在这里面主要就是要解决 作为债权人 他在债权会议当中 有没有表决权 对哪些事项有表决权 对哪些事项没有表决权 好 首先看债权人的参会与表决 在这里面我们要区分 是第一次债权会议 还是此后的债权会议 如果是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我们在前面讲到破产债权的申报 与确认的时候 就给大家提到过 第一次债权会议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就是核查债权 因此但凡是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都有资格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 有权参加对债权的核查 确认并且提出异议 好 这是针对第一次债权会议 但凡申报债权的都有资格参与 而此后的债权会议 大家可以想见 所有的债权没问题 你可以来 但是只有经过确认的债权 才享有表决权 我们说一个债权 从他申报到最后得到确认 中间有很长的过程 申报管理人要登记造册 然后提交到第一次债权会议 进行核查 经过核查之后 没有意义列入到债权确认表 经过法院裁定确认 好 一旦裁定确认 这个债权他就确定了 数额是多少 有没有担保物权等等 对吧 而经过确认呢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 这个债权它是合法有效的 因此 经过确认的债权 才享有表决权 而没有得到确认的 大家可以想见 要么它根本就不存在 要么它就是不合法的 对吧 所以只有经过确认的债权 才享有表决权 好 下面我们看 针对这个有担保物权的债权 它们的表决权是受到限制的 如果说是一般的表决事项 但凡是经过确认的债权都享有表决权 其中包括有担保物权的债权 哪些一般的表决事项呢 比如说 要不要继续还是停止债务人的营业啊 比如说 对这些债务人财产如何进行管理啊等等 一般的表决事项 只要是经过确认的债权都享有表决权 但是要特别注意 有担保物权的债权 在他们没有放弃优先受产权的情况下 对两类事项是没有表决权的 哪两类事项 第一 通过和解协议 为什么它没有表决权呢 我们在后面讲到和解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 在和解协议当中 是不能够对担保物权进行处理的 它不影响到担保物权人的合法权益 既然不影响它的合法权益 那么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 对和解协议就没有表决权 再有第二 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 也不享有表决权 为什么 因为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它可以就担保物拍卖变卖 所得的价款优先收场 它是享有别出权的 所以破产财产的分配 跟它就没有关系 它对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也就没有了表决权 好 下面我们看 什么样的债权没有表决权呢 一般而言 职工劳动债权 是不享有表决权的 为什么 我们在后面 讲到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这个职工劳动债权 跟其他的债权不一样 它是优先于欠国家的税款 欠社会保险机构的社会保险 以及普通债权获得清偿的 所以这个职工劳动债权 一般人也不受影响 因此职工劳动债权很特殊 首先它是无需申报的 然后它对一般的事项 也不享有表决权 但是并不意味着 它对所有的事项都没有表决权 有例外 就是在重整程序等 职工债权的清偿 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职工债权也是享有表决权的 我们在后面讲到重整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到 重整计划要分组表决 而其中有一组就是职工债权人 好 下面我们看 债权会议的第二个问题 债权会议的召集和他的职权 首先看债权会议的召集 在这里面就要区分 是第一次债权会议 还是此后的债权会议 大家知道 这个第一次债权会议 是法院公告了债权之后 债权申报债权 好 申报结束之后 就应当要召开 对吧 此时还没有一个领头样 所以 第一次债权会议 是由人民法院负责召集的 自债权申报期限 届满之日起 15日内 应当召开 而但凡是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都有资格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 因为第一次债权会议 他要对所有债权人的债权进行核查 好 下面我们看 此后的债权会议 以后的债权会议 在什么情况下 应当召开呢 四种情况下 第一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 一定是认为涉及到债权人的根本利益 所以法院认为有必要召集债权会议 第二 是管理人提议召开的时候 因为管理人他制作的很多方案 比如说 像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等 要提交到债权会议进行表决 所以他提议召开 那就应当召开 再有第三 债权人委员会提议召开的时候 这个债权人委员会呢 他也是代表债权合法权益的 所以如果他提议召开 也是涉及到债权人的根本利益的时候 以及第四 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提议召开的时候 在这里面大家注意两点 第一 我们讲的是占债权总额 并没有说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 所以这个债权总额 它是包括了有财产担保和没有财产担保 所有的债权的 好 再有第二 要四分之一以上 我们用的是债权的金额 而不是人数 好 这是四种情况下 应当要召开债权会议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16年这个案例分析体 A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2016年4月1日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A公司破产申请 并指定某会计时秀所为管理人 2016年4月11日 C公司申报债权 管理人认为 C公司所主张的对A公司的50万元债权 没有得到A公司原负责任认可 故以该债权有争议为由 拒绝将之编入债权登记表 这个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作为管理人 他应该把所有申报的债权要登记造册 C公司对此提出异议 管理人研究之后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先将C公司主张的债权 列入债权登记表 交由第一次债权会议核查是否成立 但C公司不得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 这个做法显然也是错误的 但凡是申报债权的债权都有资格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 债权申报工作结束之后 管理人指定本所一名资深注册会计师 担任债权会议的主席 这个行吗 显然不可以 债权会议主席怎么产生的 人民法院在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当中指定的 好 根据以上内容分析回答以下问题 其中第三问 管理人拒绝将C公司主张的债权 编入债权登记表的理由是否成立 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 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答案就是 管理人拒绝将C公司主张的债权 编入债权登记表的理由不成立 因为根据规定 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之后 应当登记造册 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审查 要编制债权登记表 管理人必须将申报的债权 全部登记在债权登记表上 不得以其认为 该债权不能成立为由 拒绝编入债权登记表 好 再看 第四问 管理人拒绝C公司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 是否符合且破产法律制度规定 并说明理由 我们分析了是不符合规定的 答案就是 管理人拒绝C公司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 不符合且破产法律制度规定 因为根据规定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为债权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会议 就是 但凡是申报债权的债权 都有资格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 有权参加对其债权的核查 确认活动 并依法提出异议 好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答案就是 管理人指定本所注册会计师为债权会议主席不符合且破产法律制度规定 因为根据规定 债权会议设主席一人 是由人民法院从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当中指定的 好 下面我们看债权会议的表决 在这里面涉及到三个方面问题 首先就是 债权会议的表决事项 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表决通过 第二就是 如果这个表决有问题 应当如何处理 再有第三 假如债权会议久表不决 久托不决 又应当如何处理 好 首先看 债权会议表决的条件 也就是 针对债权会议表决的事项 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够表决通过呢 在这里面就要区分 是一般的表决事项 还是特殊的表决事项 好 这个特殊的表决事项 有两个 一个是通过和解协议草案 一个是通过重整计划 除了这两项之外 其他通通都是一般事项 比如说 涉及到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以及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等等 好 如何才能够表决通过 由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 过半数通过 并且 其所代表的债权额 要占到 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二分之一以上 除非法律 另有规定 所以 一般事项 要表决通过 两个标准 第一 人数的标准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 要过半数 第二 他们所代表的债权额 还要占到 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二分之一以上 而债权会议 一旦做出决议 对于在该决议事项上 有表决权的 全体债权人 都是有约束力的 也就是说 针对某一个表决事项 哪怕是有债权 他投了反对票 但是最终 该事项经过债权会议 表决通过 那么该决议 对这个投了反对票的债权 也是有约束力的 好 下面我们看 特殊的表决事项 两个 第一个 通过和解协议草案 这个和解协议 要通过 跟一般的事项相比 显然就要更难一点 为什么呢 在后面我们会讲到 在重整跟和解当中 一般而言 债权人 他都会对债务人的债务 做出一定的减免 所以这个和解协议草案 要通过的话 首先 应当有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人数过半数通过 同时 他们所代表的债权额 要占到 无财产担保 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我们在前面讲到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针对和解协议 他们是没有表决权的 因为在和解协议当中 是不涉及到 担保物权的处理的 他们的担保物权 不受影响 好 再看 第二个特殊的表决事项 就是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 要表决通过 说实话就更难了 为什么 因为它要分组表决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依办而言 要分四个组 首先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分一组 第二 没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要分一组 再有第三 就是欠国家的税款 分一组 最后呢 职工劳动债权 要分一组 而每一组 想要表决通过 大家看 必须是 该组 出席会议 要人数 过半数通过 而且呢 他们所代表的债权额 要占到 该组 债权总额的 三分之二以上 这样的话 一个组 才能够 表决通过 而所有的组 都要表决通过 大家想想 这个表决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是吧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再一个例题 多选题 根据企业破产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关于债权会议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所有债权人都可以参加债权会议 并享有表决权 这是错误的 所有债权人都可以参加债权会议 没问题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债权都有表决权 首先经过确认的债权 他才享有表决权 第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他对两个事项是没有表决权的 第一就是通过和解协议的时候 第二呢 就是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的时候 好 B 第一次债权会议由人民法院召开 这是没问题的 C 所有申报债权者均有权参加第一次债权会议 这是正确的 他们有资格参加对债权的核查 再判定债权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 过半数通过即可 这是错误的 我们要区分是一般的事项还是特殊的事项 即便是一般的事项 也是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要过半数 而他们所代表的债权额要占到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这个题表述正确的那就是B和C 好 下面我们看债权会议表决的第二个问题 违法决议的撤销 这个内容大家了解即可 主要是针对债权会议的决议 如果违法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债权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呢 申请法院撤销 好 具体而言 债权认为债权会议的决议违法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期15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议 责令债权会议依法重新做出决议 而债权申请撤销债权会议决议的 应当要提出书面申请 比如说 某次债权会议表决通过一个事项 结果大多数的债权就找到法院 说法院这次开会根本就没有通知到我们 他们就表决通过了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是违法的 损害了我们的合法权益 所以怎么救济 请求法院裁定撤销 然后责令债权会议 依法重新做出合法的符合债权利的这样的决议 好 在这里面注意两点 第一个申请的时间是决议做出值日期15日内 如果时间太长了去撤销也就没啥意义了 第二就是申请的方式要提出书面申请 如果说债权会采取的是通信 网络投票等非现场方式进行表决的 债权申请撤销的期限 自债权收到通知值日期计算 好 这个内容大家了解 下面大家看 我们说债权如果认为债权会议的决议违法 那什么叫做债权会议的决议违法 去要求法院撤销呢 所以针对这个所谓违法的 是由破产法的司法解释 做了详细的解释 但是王老师对其中的有一个内容 有点意见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债权会议的决议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损害债权利益 债权申请撤销 法院应当支持 所以哪些情形债权可以要求撤销呢 具体就包括了 第一 债权会议的召开违反法定程序 比如根本没有通知到所有的债权 只通知到了小部分 这是非常典型的程序违法的 好 再看 第二 债权会议的表决违反法定程序 也是非常典型的程序违法的 对吧 比如说没有保障 针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所有债权 他们的表决权 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办法去行使表决权 那么像这样的都属于程序违法的 要求撤销没问题 但是看一下第三项 债权会议的决议内容违法 同学们 我们在前面讲到合同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 但凡是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它应该是什么 无效的才对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破产法的司法解释当中 不好意思 决议内容违法也是可撤销的 这就是王老师讲为什么有点小意见 考试当中记住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所以无论是程序违法 还是内容违法 都是属于可撤销的 好 这是针对债权会议 它的决议违法 再有例子 债权会议的决议 超出了债权会议的职权范围 属于月权表决的 那么也是属于决议违法可撤销 好 这就是四种情形 债权认为决议违法损害自己合法权益 有权要求法院撤销 好 下面我们看 债权会议表决的第三个问题 表决没有通过 如何补救 这个内容大家也是了解即可 这就是针对我们前面提到的 假如债权会议 针对某些事项在表决的时候 酒表不决或者酒托不决怎么办 比如某次债权会议开会 针对一个方案 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十二点 大家不吃饭不睡觉在那表决 都没有通过 甚至可能还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 人受不了呀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 法院裁定 你们处理不了 法院帮你处理 是吧 好 具体而言 法院裁定 因不同的方案而有所区别 针对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大家首先了解所谓管理方案 比如 债务人哪些财产 我们找谁来保管一下 放在哪儿保管 这叫做管理方案 而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指的是我们怎么去变现 比如说是拍卖还是变卖还是折价 这叫变价方案 这两个方案 但凡是债权会议表决没有通过 法院就可以直接裁定 因为它还没有涉及到财产怎么分 而如果说针对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这里面就具体涉及到每个债权能够分多少钱 所以经过债权会议两次表决都没有通过 我们就不要再给第三次机会了 直接由法院裁定 好 这就是表决没有通过 如何补救法院裁定 但是法院裁定之后有可能 有的债权他不服啊 他觉得我分少了怎么办 如何救济自己的权益 他可以申请服役 好 债权如果说对裁定不服的 其中针对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所有的债权都有资格申请服役 但如果是针对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只有债权额占到无财产担保债权 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 才可以申请服役 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讲到 针对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他是没有表决权的 而如果说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只有少部分人对这个方案觉得有问题 说明我们这个分配方案总体上是合理的 对吧 因此只有债权额占到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 这些个债权人都觉得有问题 说明大多数的债权人有意见 那就可以申请服役了 少部分人有意见的话 不好意思 少数服从多数 好 这个申请的时间 是裁定宣布之日 或者是收到通知之日期15日内提出申请 而复议期间呢 是不停止裁定的执行的 这是表决没有通过 如何补救 大家了解 好 下方我们看 债权会议的第三个问题 债权会议的职权 这个内容 大家要注意 在客观体当中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跟管理人的职责要区别开来 这个债权会议 它的职权范围到底有哪些 第一 核查债权 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 第一次债权会议 它最为重要的职权就是核查债权 好 再有第二 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 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 以及第三 监督管理人 我们说这个管理人呢 他是法院在受理破产案件的同时指定的 他要在债权会议的监督之下去处理破产事物 因为管理人是谁 他如何履行职责 他花了多少钱 最后直接影响到债权能够分多少钱 所以债权会议有权力监督管理人 如果认为管理人是不适当的 他们有权力申请法院更换 并且呢 对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进行审查 好 再看 第四 是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的成员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债权人委员会 其中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债权人 所以这些个债权怎么产生的 债权人会议选任的 好 再看 第五 决定继续或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前面讲到管理人职责的时候 有一条 在第一次债权会议召开之前 管理人可以决定是继续还是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而第一次债权会议召开之后 这就是债权会议的职权 因为最终它可能会导致债务人财产增加或者是减少 影响到的是债权能够分多少钱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区分 好 再看 第六 通过重整计划 以及第七 通过和解协议 如果有当事申请 对债务人进行重整 或者是债务人主动提出要跟债权人和解 通过相关方案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见 里面直接涉及的我们这些债权到底能够分多少钱 所以要经过债权会议表决通过 而且我们在前面还讲了 通过重整计划 通过和解协议 都属于债权会议表决的特别表决事项 好 再看 第八 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以及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和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虽然说这些方案 它是由管理人拿出来的 所谓管理 我们在前面讲了 比如说这个财产 找谁来保管啊 在哪保管啊 这叫管理 而所谓变价就是 我们怎么把它变现 是拍卖 变卖还是折价 而所谓分配 最后就涉及到 每个债权你能够拿到多少钱 所以这些呢 都是涉及到债权利益的 管理人拿出方案之后 由债权会议进行表决 表决通过之后呢 管理人再具体的去执行 好 这是债权会议的职权范围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债权利益题 单选题 根据企业破产法律制度规定 下来个想中 属于债权会议职权的是 A 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 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这是谁的职权 这是管理人 好 再看 B 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 也是属于管理人的职权 C 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也是管理人的职权 D 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这就对了 这是债权会议的职权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当决定 好 下面我们看 债权会议的第三个问题 债权委员会 我们刚才看到 债权会议它的职权范围是很广的 如果在破产程序当中 涉及到债权会议的每一项职权 我们都要召集债权会议号 一一来通过 大家可以想见 这个工作量是浩大的 于是破产法就规定 债权会议可以设债权人委员会 而债权委员会 它可以接受债权会议的委托 代为行使部分职权 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很多债权人的负担 同时呢 又可以加快我们这个破产的流程 对吧 好 下面我们就具体看 债权委员会 它的组成 职权和意识规则 首先 债权委员会的组成 是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 和一名债务人的职工代表 或工会代表组成的 也就意味着 除了这一名职工代表 或工会代表之外 其他所有的成员都是债权人 我们对债权人委员会 人数也是有限制的 债权人委员会成员的人数 原则上是基数 最多不能够超过9个人 基数主要是为了方便表决 好 下面我们看 债权人委员会的职权 我们刚才讲 债权人委员会 主要就是债权人代表 所以它的职权 其实无非就是 代表债权人的权益 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监督的作用 具体而言 债权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就包括了 第一 监督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 以及第二 监督破产财产的分配 我们前面讲 相关的方案 管理人提出来之后 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然后管理人去执行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谁来监督 债权人委员会 好再看 第三 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因为债权人委员会 它是代表债权利益的 如果他在监督的过程当中 发现 这个管理人可能有些行为是不正当的 于是呢 我们提议召开一下债权人会议 我们看看是不是应该对这个管理人 比如提议更换啊 等等之类 好 再有 第四 债权人会议委托的其他职权 而这个债权人会议在委托的时候 要注意 是不能够做出概括性的授权 委托债权人委员会 行使债权人会议所有职权的 比如债权人会议写一个授权委托书 上面是这样写的 授权债权人委员会 行使债权人会议的全部职权 这是不可以的 法律规定不允许做出这样的概括性的授权 而在授权的时候 大家看债权人会议可以委托债权人委员会 行使的职权有哪些呢 不是所有的职权都可以委托给债权人委员会来行使的 只能够委托 第一 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 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 以及第二 监督管理人 因为债权人委员会 其实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要起到监督的作用 因此监督管理人 申请法院更换管理人 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 都属于监督的范畴 委托给债权人委员会是没有问题的 以及第三 决定继续或者是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委托给债权人委员会也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没有发现 涉及到债权人权益根本的那些个事项 是不能够委托给债权人委员会的 比如说 典型的 像 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就不可以授权给债权人委员会来表决通过 好 下面我们看 债权人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就是债权人委员会 在表决的时候 如何才能够通过呢 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所以是向 应当获得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并且要做成议事记录 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对所议事项的决议 有不同意见的 应当在记录当中 载名 那么这里面大家重点就是要把握 在债权人委员会表决的时候 应该要经过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他跟我们在前面讲到股份公司 董事会在表决的时候 要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道理是非常类似的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个例题 单选题 下来关于债权人委员会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注意选错误的 A 债权人委员会中应当有职工代表或工会代表 这是正确的 B 债权人委员会组成员不超过9人 也是正确的 C 债权人委员会可以授权债权人委员会代行全部职权 这是错误的 D 债权人委员会决定所以是向应获的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我们选错误的 那就应当选C 好 讲到这里 债权人会议这节就给大家讲完了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讲了债权人会议的组成和相关的表决权 但凡是申报债权的债权可以组成债权会议 而债权会议社主席一名 他是由法院在有表决权的债权当中指定的 好 关于他的表决权 我们说第一次债权会议 所有的债权都有资格去参会 而此后的债权会议只有经过确认的债权才享有表决权 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他们对两个事项是没有表决权的 哪两个事项 第一就是通过和解协议的时候 第二就是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的时候 好 然后我们讲了关于债权会议的召集和他的职权 第一次债权会议是由人民法院负责召集的 此后的债权会议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召开 四种情况下应当召开 首先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 第二是管理人提议召开的时候 再有第三是债权委员会提议召开的时候 再有第四是占到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提议召开的时候 好 关于债权会议的表决要区分 一般的事项 要经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过半数 同时他们所代表的债权要占到 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 而通过和解协议的时候 首先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数要过半数 而他们所代表的债权要占到 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通过重整计划要分组表决 每组要表决通过 要该组出席人数人数过半数 同时他们所代表的债权额要占到 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然后我们讲了债权会议的职权 大家重点要把它跟管理人的职责要区分开来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比如说核查债权 然后监督管理人 提议更换管理人 以及审查管理人相关的费用和报酬 再有他们可以决定是继续还是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然后他们可以表决通过各个方案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像重整计划和解协议 以及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分配方案等等 好然后我们讲了债权人委员会 这个债权委员会首先它的组成 是由债权选人的代表 以及一名债务人的职工代表 或者是工会代表 原则上是单数是不能够超过9个人的 而债权委员会它的职权 其实主要就是起到监督的作用 比如说它要监督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变价以及它的分配 再有就是它可以提议召开债权会议 再有就是债权会议所委托的职权 但是要注意是不可以做出概括性的授权的 而委托的这个职权范围主要就是监督管理相关的职权 以及是继续还是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好这是债权人会议 对我们敌人的旺权 对我们敌人的那边 感谢观看